哈喽大家好久没有聊到毒销的话题了 那么最近关于哥伦比亚毒销的新闻 是再次回到了美国主流媒体 美国的ABC报道称 哥伦比亚最大的毒贩 海湾家族的头目 乌苏加被引渡到美国 而自引渡消息曝光之后 海湾家族的成员在哥伦比亚的南部 包括苏奇雷克尔多瓦和马格达赖纳沈 制造了多数暴力事件 多个城市陷入了混乱 学校和商户也纷纷关门 哥伦比亚国防部长莫拉诺表示 政府会增加军警 保持城市尽快恢复秩序 熟悉的毒销剧情再度回归 帕布洛埃斯科巴的故事又一次上演 乌苏加全名为达里奥安东尼奥乌苏加戴维 1971年9月生于哥伦比亚西北部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 18岁时 乌苏加加入了当地的人民解放政线EPL 成为了游击队的一员 从名字就可以听出来 这是一支信奉马列主义的左翼游击队 旨在保护贫农免受政府和地主的侵害 在加入游击队仅仅两年之后 EPL与哥伦比亚政府签署了和平协议 游击队的全部成员重返平民生活 之后 乌苏加又加入了哥伦比亚联合自卫队AUC AUC是一支极右翼的准军式武装 同时还会参与贩毒 2005年时乌苏加开始为海湾集团的领导人 丹尼尔·埃雷拉工作 到了2009年 乌苏加和他的兄弟吉奥瓦尼 共同成为了海湾集团的实际操作人 之后 他的兄弟吉奥瓦尼在警方的突击中被枪杀 乌苏加全面接管了海湾集团 从2011年以来 哥伦比亚警方一直在努力逮捕乌苏加 2015年 总共有超过1200名哥伦比亚警察 参与了对乌苏加的搜捕 不过搜捕行动并不成功 不仅未能抓到乌苏加 搜捕中一架哥伦比亚的军用直升机坠毁 导致18人死亡 2017年 美国国务院悬赏500万美元 奖励能够提供逮捕乌苏加消息的人 之后乌苏加在Facebook上发布视频 表示愿意谈判并接受投降 但哥伦比亚官方拒绝了乌苏加的谈判要求 2021年军冠疫情开始后 哥伦比亚可恺因增产显著 当局继续加大了对乌苏加的搜索力度 去年10月 在收到了来自英美提供的情报后 哥伦比亚军方发动了冥皇行动 出动了500名特种部队 以及22架直升机和10架无人机 终于在西北省安地奥尼基亚抓获了乌苏加 现年50岁的乌苏加将面临多项指控 包括贩毒 谋杀 招募未成年人从事非法活动等等 乌苏加面对指控时拒捕人罪 美国机毒局局长米尔格拉姆表示 乌苏加在2003年至2021年担任贩毒集团首领时 参与了可恺因的制造与分销 并将毒品大批量地走私到美国 总价值超过20亿美元 乌苏加所领导的海王集团在最猖獗的时候 拥有3000名成员 活动范围主要在哥伦比亚西北部三分之一的省份 所以乌苏加的落网可以媲美一代毒销埃斯科巴吗 其实从量级上来看 乌苏加差得非常的远 美国每年消耗的可恺因97%都来自哥伦比亚 达到了280亿美元 在埃斯科巴的鼎盛时期 它每天的销售额就可以达到6600万美元 一年的销售总额是240亿美元 几乎占到了美国可恺因销量的90% 而乌苏加的海王集团 努力了10年 仅仅也不过20亿美元 相当于每年仅能占到全美销售总额的1% 所以看上去很强大的乌苏加 其实就是哥伦比亚的一个老派毒销而已 在帕布洛埃斯科巴被击毙后 唐伯纳接管了恩维加多组织 这个组织正是由埃斯科巴一手打造 主要通过暴力手段来催债 这家机构将麦德林的各个街头帮派 以暴力和债务手段控制在一起 在唐伯纳被捕引渡美国后 恩维加多从内部开始分裂 在经历了火并与合作之后 如今的恩维加多集团 已经是控制着部分麦德林地区 由各种中型犯罪集团所组成的犯罪联盟 这种从登记制度到非法交易特许权的模式 很快就在哥伦比亚全国得到了复制 在哥伦比亚长期存在的反政府武装 成为了毒贩在乡间的保护伞 而领导这些组织并且把毒品不断生产出来的人 则成为了犯罪联盟的领导者 他们被称为新一代的硬行人 当年埃斯科巴喜欢炫耀自己的财富 不仅本人登上了福布斯杂志 甚至大肆宣传参加竞选 自己在数千万美元所打造的纳伯勒斯庄园里 拥有从世界各地所请来的稀奇动物 本人生活也净显奢华 顶级汽车纯金的餐具 自己甚至出资当上了当地足球队的大老板 不过新一代的哥伦比亚独销则完全相反 在2017年时 哥伦比亚可凯因的产量来到了创世纪的1379吨 但是新一代的隐形人其实非常的清楚 无论是奢侈的生活 还是用极端暴力行为来解决问题 都会给他们的生意带来不利和麻烦 于是他们钻研法律经济和互联网 也很少再去雇佣母庄去占地盘打江山了 其中一位隐形人的典型就是 和塞巴伦塞巴罗斯绰号阿拉伯人 2017年9月 嗯 已经分析了